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不太阿倫對上敗戰庭人 那這場比賽是雙TC杯的敗部復活賽 那Viper在昨天喔 比完了最後的行程喔 那這場比賽看起來還不錯喔 我就來試著播一下 那這場地圖蠻特別的喔 一開始是雙TC 那TC的部分是都在角落處 大家都在角落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的這個地方是沒辦法走不過去的 一定要用這個運輸船 有點像這個遷徙這種感覺 但是一開始會給這個運輸船 所以一開始運輸船的這個探查就顯得非常重要 所以一開始也不會把這個村民直接用到對面 除非你要開什麼大招 像什麼箭塔封鎖港口之類的 但這種大招風險性很高 所以應該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奇怪的招 那正常一開始喔 開局也是一樣 就是雙TC K&Style 兩邊都要該吃羊的 該吃羊的 該吃鹿的 吃鹿 該吃大象 吃大象 該捕魚的捕魚喔 那由於是雙TC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的肉料 是需要非常嚴格的把關的喔 所以你們要把第一實力去做伐木的動作 就跟一般的海土一樣 這個村民至少要到每一邊吃肉的村民 到六到七村左右 然後之後再去挖木頭 然後再去伐木 挖木頭 鎖魚這個碼頭 才可以開始補魚喔 那流程來說的話還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那這邊 大概七村 第七村來蓋這個伐木場 那這邊就可以選擇喔 這邊要不要下伐木場這件事情 因為有可能你這邊可以前期先不開這個伐木場 好先吃旁邊TC的木頭 這個麵包 紅麵包樹 很大一根 先吃這個 就可以省一百木 然後趕快先去捕魚喔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流程這一張地圖 我看蠻多人打都是不太一樣的流程 那我覺得最標準的還是就省一百木頭 這邊就不蓋伐木場 然後直接去蓋 碼頭 會好一點 這樣的話就可以省下一百木 可以高速開出碼頭 好那看起來 拜登庭這邊是選擇 也是單伐木場 並沒有下雙伐木場的一個動作 那這邊也在持續的吃大象 那這張地圖 基本上也不用趕路喔 淵路的位置也是非常近喔 但是可能要四隻去吃喔 因為如果你拉山村去吃這個斑馬的話 吃完肉可能還會讓你折返再多一趟 然後回來再吃一吃 然後吃完又馬上又過去放肉 然後再回去再吃一趟 會變得比較麻煩 不然就是要用插旗的編隊防守 一直一直吃掉這樣子 要讓它排成動作 好 如果肉不想浪費的話 就只能這樣子 不然就直接讓它浪費掉 也是沒什麼問題 這時候 這個叫什麼念 Minchest Minchest 所以我已經用這個運輸船 看到Viper的一個碼頭的位置 喔 這邊居然還用這個運輸船 找到幾隻水牛 運回來吃 那這邊也相當細節喔 先去繞島繁解喔 然後這個島沒有讓這個水牛 在中間的地圖去探索 那Reachs這邊也是 有去用這個水牛探索 但Viper沒有 Viper是直接把這個島上遇到的水牛 直接運回家裡 這個操作蠻燒的 好 運輸船開始出了 那這邊有這個海豚群 現在人應該不會吃海豚了吧 以前的人是會吃的 我記得海豚是一個很高智慧的物種 吃海豚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海豚這麼可愛怎麼可以吃它呢 對不對 但是這邊大部分都是這個海豚群 看他們有其他魚種 啊怎麼都海豚 動堡又生氣了 沒有鮭魚群也沒有金槍魚 這張圖也太故意了吧 全部吃海豚 太無情了 好 那Viper這邊 海豚吃一波 那海豚的屬性喔 算是大魚 所以它這個魚 所以苦蠻快的 並不會太慢 那Vinchester 這邊居然拉了兩村 這不是拉喔 應該是用這個 運輸船 運了兩村過來 插這個 海塔 才剛說完 沒有人會這樣直接封鎖碼頭 直接開始封鎖啦 是不是 好那這邊 封鎖的地區 有點微妙 那Viper這邊也是想要封鎖海岸線喔 不要讓對方過來 那這個瞭望塔 只要插在海面上 就會變成海塔 算是一個蠻有趣的設定 好那這邊 看一下哪時候會蓋好 一人蓋一個蓋好了 但是第一時間還射不到 只有這右邊的魚群喔 會射到而已 那正面這邊都還不會被射到 還算是安全的 好但是如果這邊下馬坡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受囉 好Viper這時候應該意識到了 欸對手怎麼這裡在插塔 看一下 欸Viper是沒有看到的欸 他的視野沒有看到這兩座塔欸 哇塞 難怪沒有拿這三隻村民直接去敲 但是應該也是敲不掉 因為這邊是連環塔 就能敲這根塔 這根塔也是會射到下面的村民 哇那這邊Viper沒有預判到喔 這個馬坡的出現 可能會出事喔 好第一時間的mini Chester 點下了第一個 雙面斧的科技喔 那霸戰庭這個文明喔 打海圖也是蠻強的 因為這個火蒙頭的 攻擊速度喔 會增加20%的一個加成 所以在海戰出席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霸戰庭除此之外喔 上帝王時代也是非常的便宜 所以他這個 黑跳城 在跳帝王時代的速度是間隔蠻短的 並沒有一個太明顯的落差喔 我記得用一些特殊的經濟配置喔 可以直接從黑暗跳到帝王 但這個經濟會超爆炸 因為捨棄很多東西還會靠買賣 所以這個 黑跳地的流程 不太建議大的續續喔 雖然你可以嚇到對手 但同時 你會把自己嚇死 嚇到自己經濟怎麼這麼爛 好 這邊輪軸技術給點下了 但這裡也有這個海塔 做防守 這個劍塔 打這個 魚船也是蠻痛的 戰劍喔 不是魚船 MIP這邊也在持續喔 探查對手的一個家裡狀況 那該探查到的碼頭都有探到 但是 並沒有發現這個碼頭的存在喔 VIP現在應該是 欸!應該是有看到喔 這個視野應該是有看到 沒有看到這個 海塔的攻擊 所以有這個射了一下 看到這裡有海塔 那碼頭應該也是看到的 好 那就來看一下 VIP要怎麼做應對吧 現在是雙塔 加上這個 這裡有一艘 戰船 戰船對射 但是 人家的攻速比較高 可能會突速喔 但葡萄的戰劍喔 會多10滴血 所以這邊的血量是111滴 對上100滴血的一個火蒙筒 好!兩邊都點下了城堡10代 城堡10代 VIP已經快要上了 這邊上走速度快了一點 那不知道第一時間會不會趕快去中間 站一下這個廣大的土地喔 因為這張土喔 樹木一下就挖完了 你原本在島上面的木頭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遲到是要到中間島去挖木頭 跟石頭的 那黃金的部分 都是在這個 冰原的 就是 自己家附近的金晃島上面 去挖金晃 那應該這邊是可以開TC的 還是 看不太清楚 應該是可以開的 這邊燒一下 這邊海戰打得蠻火熱的 但巴普已經有第一時間 上城堡10代的關係 然後戰船已經好了 但是被Chester 這邊又帶來前置碼頭 當然他有針對過敵人的一個玩法喔 這個蠻針對性的喔 OK 紅紅升級好並火戰船了 走一下 OK 那現在 BIPER是利用自己火戰船的優勢喔 慢慢推進 往金晃出的地方喔 想要控管這個地方 那自己的正面的金礦 卻沒有第一時間去開採 因為這個地圖黃金 一開始也是會消很快 很快就沒有了 所以一定要靠這個運輸船 去運村民喔 到中間 或是到金空處 好 Minecraft這邊也順利的 燒掉了一燒 欸這個海豚好像 與村民撈得到耶 哇這個蠻賺的喔 好 直接燒一下村民 但是這時候 VTRESTER已經到了中間 看了第一個TC 先聲奪倒 三張火戰船 直接從後方 正面這邊直接派過來 燒爆VIPER的一個戰艦 好 漁船 這裡的塔有點多喔 哇這個攻速很快 燒一團速度超級快 一下就被燒光了 這邊有村民還在蓋海塔 但是該來不及蓋完 就要爆了 哇村民 越來越... 好喔 這個兇都回來嘛 來不及兇 兇一兇可能村民也會死 好這邊用了... 進出場 運了一些村民過來 本來是要... 接齊這個塔 修一下 修一下這個火戰船 沒有空 沒關係 這邊四隻村民修回來 火戰船的血量 再把這個塔蓋起來 OK 但左邊這一座島已經發被VTRESTER 這邊開始包圍住的感覺 這邊一直插一雙 18分鐘了 拜託還沒到中間島上 看一下TC或城堡 這時候上島 不知道能不能有機會 開得出來 這邊很穩定喔 直接先按了一個城堡 先確保這個島上有這個基地喔 可以讓他好好登入 再利用自己的火戰船 拿出一個 諾麥定登入的一個海 海拳喔 OK 但VTRESTER這邊也沒有想要硬打的意思 把這個火戰場稍微拉回來一點 在家裡也看起來 木頭也挖得差不多 剩下一點點而已了 BIPER這邊挖得更兇 挖爆 但左邊這邊要怎麼出去呢 這邊有點困難 這邊要出島有點困難的感覺 但是這邊可以溜出去 還溜到這邊偷偷挖金礦也不錯 好 這邊看一下這邊 巨爆船炸了一波 BIPER這邊炸船炸得很不錯 直接把海拳拿下來不錯的優勢 這邊對手VTRESTER想要蓋海塔 但是沒有蓋成功 直接被火戰船燒了 燒了就回去 但是後面有更多火戰船補了過來 好 這邊直接對保起來 看到對方的城堡之後 馬上就起了一個 兩邊開始對 但這邊的話就沒有機會蓋城堡 欸 蓋TC了嗎 蓋TC的話 就要把島上所有的村民腦 一直往中間運彩洗 BIPER這邊的村民樹 開始有點落後了 這有75村 對於上96村的一個車輪差距 哇 外婆這邊真的是要出去有點困難喔 一到岸邊直接被火戰船開始燒 右側這裡也是火戰船被燒的不要不要的 雖然有點多 OK 後面都在發呆 沒在動 這兩座城堡沒有在造這個之暴兵喔 但是敗戰艇的建築物的血量是比較多的 所以城堡對射的情況 滿有大的優勢喔 我覺得 我記得在敗戰艇到地獄時代 可以到8000多滴血 那城堡燈是超硬的 OK 這邊這個台塔 會不會栽掉嗎 感覺有點困難 這方面有什麼風情炮在吸傷害 然後讓他村民去修一下 風情炮掉了就完了 後面有爆戰船補了過來 好 但是中間這個位置怎麼辦 MIPER沒有把困多的村民往中間派 反倒是BADENTI這邊城堡越蓋越多 想要把中間這些的石頭全部搶下來 城堡越蓋越多 MIPER這邊要突進的一個方法 就越困難了 好 這邊也在生產農炮戰船 左邊這邊燒一下 哇 這邊撈魚 我們都被燒了 而且一定要小心這個自爆船喔 如果直接自爆船 不然炸了一波村民會死一片的 那就要看VChester有沒有意識到 這邊可以造幾隻自爆船去炸村民 好 電王時代上了之後 最近都C開始砸對方TC 那兩邊時間上的時間都差不多 這邊解消化學之後 馬上按下火炮 VIPER的一個想法很明確 工程器大隊先開出來 這時候需要怎麼打呢 感覺VIPER 這個 還沒有想好或需要怎麼打的感覺 他的文明是葡萄牙 所以可能出風琴炮之類 加工程器武炮 前壓會好一點 火炮可能要多按一點 因為火炮可以有效特製對方巨頭 也可以拆城堡 這邊上出火炮沒什麼虧的地方 前線修村 修城堡的速度就四個 火炮可能要趕快往前去拆巨頭司機 才有可能保得住自己的城堡 城堡看起來不妙 剩下100滴 我看是來不及砸光 最後的巨頭司機要掉了 完蛋 VIPER在島上竟沒有據點 這邊只能用城門稍微微一下巨頭司機 好 但是VChester 卻沒有出自己的 白戰提升騎兵喔 好 好 第二座城堡能拆掉嗎 但是它全是城堡的射程 城堡有點危險 很極限 可以 哇 打掉 最後還是拿掉 但是VChester這邊已經按下了重裝火轉版的一個升級 看來還是要專注打海戰了 中間這個地方 我覺得還是要專心讀回來比較好 那八蛋提 如果要打現在這個局勢的話 出這個騎士喔 跟駱駝 可能也不太好 雖然駱駝有這個減免25%的一個價格 但現在出駱駝好像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打 因為菩薩牙出騎兵 也不太可能會出喔 現在這個狀況出騎兵怪怪的 大概可以出啦 那拜登庭這邊出駱駝的話就可以了 我剛剛說不能出的原因是因為 有城堡的關係 那城堡沒有的話 就可以出一點去圖村民 但是他這個時候出的話 拜登庭也轉駱駝 那就很難打 拜登庭駝駝是全部都可以吃掉這些 東西的 拆了過去 但是這邊轉出了 攻兵 拜登庭的強路也是ok的 看黃金可能要多挖一點喔 黃金有點少 這邊海戰把viper的一個漁船喔 燒到只剩下這幾台 六台而已的漁船 所以viper可能要趕快找機會喔 把這些村民運過來 但是這邊村民差就有點多喔 117村 差102村 村民差25村喔 村民越差越多 村民越差越多 好沒有關係 但是這邊viper用騎士喔 慢慢砍而過 回來喔 把這個數量平衡一下喔 平衡打 OK OK 鳳兵這邊直接走出來 但是有駱駝 哇剛剛說的 窘金來了 駱駝出來怎麼辦 現在什麼東西都打不贏 而且拜登庭駝駝很便宜 想要偷打奴兵 在這邊打到 村民出來修理 沒機會 直接硬點火炮 火炮直接被砍光 村民全部收剩 駱駝駝看來要曝光了 握頭直接上來印 欸 騎士也不敢按了 這邊大家騎士 能夠輸正產 但是沒有騎士 也不知道該打總兵種 這邊打直兵的話 也要小心鬆兵 這邊的一個雙兵種 給壓力很大 VIPER這邊還有能呼吸嗎 我覺得VIPER的損失非常慘重 然後這邊拉兩隻騎士 三隻騎士直接過來砍光駝駝的村民 那VIPER的金礦一直沒有好起來 只有這塊金可以挖 但是這塊金也被BCHEST給封住了 現在VIPER是斷金的狀況 家裡這邊正面的金礦也被控住了 哇 VIPER這邊直接無情斷金 零金開打 但是 對手BCHEST黃金術可是 賺得很滿波滿 多黃金的 好三級房也點一下 落頭又更硬了 落頭越來越難打 但是還沒有中東落伏 這人BDT聖騎兵會出來嗎 要點個金銳之類的嗎 全包重新騎了起來 好這邊帶運個幾隻村民過來 但是有點危險 運輸船剩四滴 這邊只有一條確認安全的航線 這運輸船也是蠻危險的 好中裝落頭真的在研發 VIPER葡萄牙要出風琴砲對抗啊 那你們這時候出風琴砲可能有點太晚 才把水量都夠多喔 這個風琴砲的水量才能被續寫 好VIPER拉了幾次 後來再挖自己祖金的一個村民 還有三隻劍塔還蠻乳小的耶 好最後都是自己開拆 VIPER這邊能修得回來嗎 兩巨頭沒有騎兵了 騎兵不改救 這一個巨頭應該可以拆得掉 好轉出一些戰保兵想來克制對手的一個工兵 這面駱駝直接把VIPER的騎士全部吃光 就中裝駱駝了 那順帶一條敗戰艇的一個駱駝 是全遊戲裡面駱駝最無便宜的文明 就是-25%的一個折價 跟拜登庭大部分的人都只記得他的垃圾兵很便宜 但他其實駱駝也很強 也是很便宜 跟垃圾兵的折數是一樣的 第二便宜的應該是這個伯伯 伯伯是-20% 馬舟單位-20% 一樣有重攻落 但伯伯比較強勢的地方 是這個喔 他的攻擊都有全滿 那伯伯這邊還少了三攻啊 所以駱駝傷害會偏低一點 但克制馬國也是處處有餘的 近鏡價格便宜 一量取勝 哇!VIPER這邊直接海上遷徙被抓包 很多村民被攔截 而且這裡連火炮戰團都出了 有火炮戰團的話 VIPER的海上可能要全部被打爆 這裡要來搬家有點困難 正面駱駝直接上來騎 完蛋 大量聰明都在這個位置 趕快圍一下VIPER VIPER控不起來了 完蛋 這時候才收村 雄多吉少 VIPER打出了GG 哇 這一把VIPER 感覺對手VCHEST這邊做好很多功課的感覺 我覺得VIPER是不是有點不太熟的感覺 很多招都被VCHEST這邊已經 搞到他的招了 然後VIPER也沒有第一時間去中間開 TC 或是城堡或拉更多的村民去中間 反正是在海上跟他打了一陣子 然後才去開 那這個時間點我覺得蠻尷尬的 因為左右兩邊應該都是要村民 去島上去增加自己的村民 取得中間的一個主要位置 然後還要確保自己的主金的狀況 但是VIPER以上這幾點 都賣了對手好幾拍 連自己的主金 也沒有守下來 感覺VIPER好像沒有練到這張圖的感覺 所以有點一面倒的feel 很難得可以看到VIPER輸的這麼慘 我看他的頻道也看了好幾年了 但他這麼慘好像也沒幾次啦 雖然好像也有這麼慘過的 這場也算是著實罕見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